感谢粉丝们点赞或投币 感谢以下粉丝的充电 感谢巴云家的陈猫猫114的充电 用英语遮羞 杜一风雨滴红魔馆的黄妹妹 今天吃什么的充电 非常感谢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娱乐的好玩地图 这个地图叫做抓间谍 是一个示威士 我们四个人是送了间谍 这个间谍可以伪装成这个奶牛 你看到没有 混在这个奶牛群里面 但是不能走快的 走快的就被别人扔出来了 然后他们四个人送了两个蜘蛛 你看到没有 这个蜘蛛就是抓间谍 他只要发现哪个是间谍 就可以用蜘蛛咬死我们的间谍 我们两个间谍 他们两个蜘蛛 但是他们的蜘蛛不能乱咬 如果咬错了 他的蜘蛛就没了 反正每个人只有两个 我两个间谍 你们两个蜘蛛 我们这个间谍呢 只要走到他电厂边上 把他的电厂一炸 他们就死了 所以说这个地图叫做抓间谍 我们只能慢慢走对吧 不要走快了 走快了被他扔出来了 然后小红呢 他只剩下一个蜘蛛了 你看到没有 小红本来两个蜘蛛 他咬错了 他咬错了 只剩下一个蜘蛛 他就不敢乱咬了 然后那个蜘蛛呢 他在那里爱的魔力转圈圈 你看到没有 他在那里转圈圈 他不敢咬啊 咬错了他就死了 对吧 他只剩下最后一个蜘蛛 然后呢 每个人送了一个铁木核弹了 他那个铁木倒计时比较长 核弹呢 他是炸不死这个奶牛 炸不死我的间谍的 他的核弹炸下来的 就是有一个辐射 有一个辐射呢 就会烫到那个奶牛 到处乱动 我们这个间谍呢 也要动啊 不动的话呢 就被他扔出来了 对吧 你看他扎这边 然后辐射来了 我们广快动起来 动起来 这样他就分不清楚 哪个是间谍 哪个是奶牛 然后小红就剩一个蜘蛛了 他又不敢咬 然后在那里转圈圈 对吧 你慢慢转 转转转 然后我们这个 逮这个机飞 直接冲进去 抱头 直接带走 对吧 先带走一家 然后我们这两 我们这两个间谍呢 就分开走啊 然后一步一步走 所以说这个地图呢 你不能走快了 走快了就被别人 扔出来了 他们那个铁幕的时间 很长很长啊 他等一下套了铁幕 可以用铁幕蜘蛛 来咬这个奶牛 对吧 他觉得哪个可疑 他就可以用铁幕蜘蛛咬 然后你看 这下面的陈王色 两个蜘蛛乱咬 这些人老是哈哈哈哈 直接把这个叫嚣关了 对吧 下面那个陈王色 两个蜘蛛乱咬 他直接咬错了 就死了 然后这边 粉色的蜘蛛又乱咬 又死了一个蜘蛛 对吧 这个粉色只剩下一个蜘蛛了 我们拐过来 准备炸他的丁肠 然后我的队友呢 是哪一个呢 我的队友啊 那个奶牛 奶牛那个头顶上 有一个那个削脸对吧 有个削脸的就是我的队友 你看这是我的队友 这也是我的队友 看到没有 这也是我的队友 然后只要这个奶牛 有个削脸的 都是我们的队友啊 我看到我的队友 都去炸那个纸色了 你这样直接走过去怎么行 完了 你这样直接走过去 就被人家扔出来的呀 你一定要像我这样慢慢走对吧 然后那个上面的人呢 两个蜘蛛乱咬又咬死的 你看 所以说不能乱咬 乱咬了 你咬错了 你就没了 只剩下一个紫色了啊 只剩下一个紫色了 我们走过来 看看我的队友在哪里 我的队友好像在那个下面 对吧 你看我的队友都在下面 然后他掏了个铁幕乱咬 你看他掏了个铁幕乱咬 完了铁幕消失了 直接扎死了 对吧 所以说你不能乱咬 你得眼睛放光一点 找到机会在咬对吧 看到哪个不动 哪个走得太快了 你再咬 然后来看第二盘啊 第二盘我们再玩一下 这个间谍位置 你看他们一上来就乱咬 先把叫消关了 这些人老喜欢笑来笑去 你们乱咬 你看那个紫色 紫色就剩一个蜘蛛了 大蓝色的蜘蛛停在中间 我们不要着急 慢慢走过来 慢慢走过来 我准备去扎那个大蓝色的电场 然后那个紫色打了一个字 说什么 这里丢了个核弹 你看这两个间谍不动 我这两个队友不动 你看核弹一扎 他不动被蜘蛛咬死了一个对吧 这里还有一个 我这个队友你看 这里有个消灵啊 是我的队友 他不动 这个也是我的队友啊 我们慢慢动过来 等一下呢 我们也玩一下蜘蛛位啊 然后你看 陈皇色打蜘蛛了对吧 他说这个人怎么不动 然后你现在动又动得太快了 你看动得太快了 直接就被逮到了对吧 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人了 少了一个人呢 现在我们还有两个间谍 我准备拐下来 然后他们又丢核弹 看到没有 丢了核弹 这里有个辐射 你也要跟着动啊 不然的话就被发现了 我们先不管 哎呀下面的紫色乱咬 下面的紫色乱咬死了对吧 死了以后呢 然后那个陈皇色就打字 他说我能死的呀 他被炸死了 被我的队友用间谍炸死了对吧 我现在慢慢接近这个陈皇色 所以说呢 这个叫潜伏啊 慢慢潜伏抓间谍对吧 看你能不能抓得到 然后我们贴边走啊 贴边走两边一起走 而且不能走得太快 然后陈皇色说呢 我被蜘蛛咬死了 他不是被蜘蛛咬死了 你是被间谍咬死了对吧 然后那个陈皇 当然是就说 铁木能杀牛吗 铁木当然可以啊 你铁木套在蜘蛛上面就可以啊 然后那个绿色说不可以 绿色是我的队友啊 他故意骗他对吧 他说你套铁木不能杀牛 太浪费了 然后这边又丢核弹了 我不敢走得太快 因为他那个蜘蛛停的电场边上 你看到没有 这边又丢了核弹 烫了一下这个我的间谍对吧 我们动一下 所以说这个地图呢 不要着急啊 你看我的队友 我的队友来了对吧 两个笑脸 你看到没有 他直接走过去 你直接走过去 你真的是胆大抱天 但是这个陈皇上没发现 你看 直接走过去给炸死了 你这么走路走的 你看他还在走哦 他直接走路都不停的 你看这个人 既然他不停了 我也走对吧 这个估计那个蓝色 眼神不太好 你看我的队友 直接跑起来了 这个你怎么能跑起来的 你跑起来 我也跑起来 打到这里的应该是赢了 因为他们没人了 就剩蓝色一个人了 而且蓝色只剩下一个蜘蛛了 然后只剩说呢 你看他们都跑起来的 这个蓝色 你看还在这里 找半天找不到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拐过来啊 绿色说他机器人只剩下一个了 恐怖机器人只剩下一个了 他只能套铁幕咬对吧 套铁幕咬 然后你铁幕消失了 你只剩下一个蜘蛛 我们这里有三四个人 你怎么咬 我们直接慢慢靠近对吧 慢慢靠近 干脆走过去 让他咬 咬死的也没事对吧 然后你看这边是我的队友 这边也是我的队友 三个人一起上 你看三个人一起上 他咬不过来直接带走啊 然后我们来玩一下 这个蜘蛛位对吧 我们来找间谍 我们这里送了两个间谍啊 然后先把蜘蛛停在中间 看哪个不动 哪个动得太快就咬啊 我也不敢乱咬 咬错了 等一下我们两个蜘蛛就没了对吧 哎呦 你看我陈黄色队友眼神挺好的 他咬死了一个间谍哦 咬死了一个间谍 我们再看一看 看看哪个动得快 哪个动得慢 或者哪个要接近我的电场 我们就咬啊 我现在我也分不清楚哪个 哎呦 你看这陈黄色 他说你跑得太快了 你看陈黄色可以哦 我这个队友咬死了两个间谍 我现在都还不知道哪个是间谍 但是我感觉这个有可能像间谍 咬死他对吧 他一直走直线 你看到没有 要像我刚才那样走下拐一下弯 他一直走直线 想炸我的电场被我咬死了一个 哎呦 这陈黄色可以又咬死了一个 然后我们先把蜘蛛停在这里啊 先看看哪个动得比较快 这个有可能也是间谍哦 你看他连续走两步看到没有 直接咬死他你伪装都不行 然后我们丢个核弹 丢个核弹呢 先炸一下看 看他们被辐射烫了会不会动起来啊 炸一下 他们也会伪装对吧 我暂时还分不清楚 但是我咬死了两个间谍啊 我这个旁边的 我电场后面的应该是奶牛 不是电谍 然后看中间只剩下一个基地了 中间只剩下一个基地 就剩个紫色的对吧 就剩紫色一个人了 然后我的队友就说呢 好像在右边 上面的队友被间谍整死了 现在只剩下我跟陈黄色 然后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间谍呀 这个找间谍比较难对吧 看哪个动得快呀 反正我们不着急 这个没有时间限制 你千万不能着急啊 你一着急呢 你咬错了你就没了 然后那个粉色打了一个字 他说这个是间谍 你看我的队友说 这个是间谍 你们不咬吗 让我去咬 我信一下你们对吧 我直接拐过来一咬 我蜘蛛死掉了 你不要乱搞事啊 我现在只剩下一个蜘蛛了 他说那个是间谍 等铁幕 铁幕时间比较长啊 然后我的队友一直说 没关系 他说没关系 有些粉丝看到这里呢 肯定会说 我们只要等铁幕慢慢咬 慢慢咬 早晚会把这个奶牛全部咬光 对吧 但是这个地图呢 它的奶牛啊 一旦减少了数量 它会刷啊 等一下这个奶牛死掉了很多呢 这个地图的作者会 又给它刷一点奶牛出来 所以说呢 你必须找出来啊 你想用铁幕慢慢咬光 那不现实啊 然后现在怎么办 只能等对吧 他们伪装的很好 我看又看不见 现在我就比较担心 我这个粉丝队友啊 我这个粉丝队友 家里那么多奶牛 你可要小心哦 你别被它炸死的哦 然后那个粉丝家里 很多奶牛以后呢 我的队友呢 你看他们笑起来对吧 我的队友呢 等一下就提醒那个粉丝 他说粉丝你小心哦 你家奶牛比较多哦 结果那个粉丝呢 他很自信 他说呢 我没事 你看 橙黄色打字了对吧 他说粉丝 你家的奶牛太多了 他说你得小心哦 然后那个粉丝说呢 没事 不用慌对吧 他说没事 结果这边就准备来这个间谍 你看直接炸死他的电场 我逮到了 就是这个 他们就剩最后一个间谍了 我已经发现了 那粉丝说没事 刚说完就死了 然后直接带走啊 这个地图呢 跟朋友玩比较有意思啊